最有特別代表馬萊姆術的就是複爪刀 英文就是carambit 這個動作是很多的 在複爪刀來說 有些只有一個blade 一邊印口 有些就是double blade 兩邊都是印口 用法上就不同 很多時候都是轉圈去做一些不同的動作 很多古式傳統的鑽法就是這樣鑽 其實他們以前都是用來切割雜草用途 後者之後有人改良度就有個圈 用法就是這樣 我們的練法就是可以玩到這裡 之後再變成一個傳統的鑽法 又變成一個modern的鑽法